这个男人到底有多狠 他用一把尖刀 直接刺穿了自己的肾脏 对自己都如此狠心 他到底抱有什么目的 他随后来到底层隔离市 找到朱莉博士 可他却慌张 这是他在给隔离区送食物时 遭到了带军者的袭击 为了治疗田红的伤势 朱莉博士决定冒险穿过隔离楼层 他们在进入检修通道后 田红由于伤势过重 不得不暂时给他止血 这时几只老鼠 却在惊恐地躲避什么 原来就在他们前面 一名感染者正在虎视眈眈 三人立即转身逃跑 杰一却被落在了身后 知道事不可为的两人再次处罚 这是一名感染者 突然向他们狂奔而来 千军一发之际 杰一突然出现 将感染者砸晕在底 在对田红完成伤口缝合后 杰一突然提起 关于田红女儿的事 可这是之前田红告诉朱莉的 杰一当时并不在场 原来朱莉博士 已经被病毒感染 幻觉就是感染症状的一种 杰一其实从来都不存在 这一切都是她的幻觉 而苏醒后的田红 也向她证实了这一点 无法接受现实的朱莉博士 感染症状突然再次加深 田红向她注射了一种红色药剂 原来这才是她的真正目的 另一边 为了阻止带军者发生暴动 缓解人群恐慌情绪 现在急需切断病毒传染源 胖姐负责查找传播途径 但老白在发现她的时候 胖姐已经惨死在实验室中 大山推测 胖姐可能是心脏病发作 导致被老鼠啃咬致死 这应该只是一场意外 但这一推测 却被老白当场推翻 他认为是有人蓄意谋杀 为了找出胖姐的真正死因 老白决定对胖姐进行尸体检验 他很快就发现胖姐耳朵下方 存在一个不明争恐 这也证实了胖姐是被人谋杀 强哥这时突然告诉老白 胖姐之前的实验 和一个叫威特的博士有关 对方似乎知道所有问题的答案 为了查明真相 老白当即找到基地安保主管 但大山却极力否认 基地里根本就没有叫威特的博士 老白突然意识到他被骗了 两人来到强哥的休息室 经过一番寻找 大山从家层中找到了一盒塑胶炸药 老白也从床下 找到了用来联系外界的 小型信号发射装置 原来对方一直在暗中联系外界 胖姐之所以被对方杀死 是因为他发现了病毒的真相 这种病毒 可以强制将某些信息输入身体 从内而外地改变人类 而这一切都是有人蓄谋已久的 胖姐想将这一发现 立即告诉老白 却被强哥当场杀死 而通讯器显示的最后一条消息 是找到白色房间中的威特博士 就在老白不解释 一转身却发现大山不见了 他连忙追了出去 外面的走廊却空无一人 而他万万没想到 大山这时已经离开了基地 老白立即找到杜上博士 询问白色房间的线索 可杜上博士却说